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凯云的直播 欢迎大家这个看健康主播郑凯云 也请订阅按赞分享跟开启扫铃铛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名医江首山医师 那么其实嘉医师 最近脱口罩了 而且每天看到这个 好像确诊人数 指挥中心都说降下来 所以现在除了说 搭车的时候 或者进医院等等一些医疗场所 要戴口罩之外 绝大多数都不用戴口罩 我觉得对大多数人也许不需要 可是我认为真的 台湾有些人是没有资格脱口罩 没有资格脱口罩 为什么 你看几个问题 像我们长期在看门诊 就发现新冠之后 染疫之后 很多人糖尿病马上就失控 然后心脏病的发作次数也增加 皮舌发作次数也增加 更糟糕的是像我们肾上科的病人 很多病人动辄掉的过滤率 一掉掉三四十五十都有看过 那有些人回来 可是的确也有些人不回来 那你说这些人他经不起这种打击 他有资格脱口罩吗 而且这个东西不是在台湾独有的现象 或者是一个医生的经验 在美国他们在这个疫情三年过程中 他们曾经多次追踪各种疾病 在染疫之后的结果 你就发现糖尿病在染疫之后 发生率增加 然后糖化血涉素控制失败 等等的问题都浮现出来 然后紧接着他们用退伍军人系统 那几百万人也证实了染疫 根不染疫的退伍军人 比较起来他心脏病的风险 心率不只能风险 心肌梗塞风险都急性跳升 对不对 所以其实真的如果说你自己的身体有问题 你没有办法承受那种掉下来一半这种事情的话 那我觉得在这当口你还是真的戴着口罩比较好 所以哪几类人你觉得没有资格脱口罩 第一个有肾脏疾病的人 对因为他不见得承受得起掉三四十的过滤率 对不对 他本来已经第三期第四期的 甚至第五期的一掉就洗肾 那还要玩什么 那第二类人是你刚刚讲糖尿病患者吗 对因为糖尿病病人本来就是抵抗力不足的患者 他染疫之后我们也知道他染疫变成重症比例偏高 第二个问题是因为他的血糖控制会突然间严重恶化 像我一个才31岁的病人 他从101的空腹血糖染疫之后跳到370几 哇三倍 对 整整花了两三个月份才把他又拉回来 所以这中间当然也是很辛苦 所以我会觉得某些人真的比较不适合 这叫大家脱口罩 而且你从台湾的死亡率校正 实际染疫人数 你会发现目前染疫人数大概是四五万每天 所以不是大家想象中的公布数是一万六 因为很多人没有保险 黑数 对 因为没有保险嘛 他也不去犯不着去给你通报嘛 因为觉得通报很麻烦 对 然后又要隔离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家很容易低估目前在社会上的风险性 那尤其是家里真的有老人 或者有这些病人的家人 他大概真的要小心一点 嗯 好所以大家看到现在的死亡率 死亡人数大概四十几六十几七十几多的时候一百多 不要以为说好像这个其实光看这个数字我都觉得怕怕 虽然说发生也就是确诊人数只有一万出头 但是佳医师说回推的话代表确诊人数有四五万人呢 好那佳医师我就要问你一个问题了 因为很多人都有确诊过 像我就是被我爹的小孩传染了 所以我也确诊过确诊过的人两个问题请教 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长新冠对我们器官的影响 那第二个问题是重复确诊 会不会你刚提到的糖尿病啊 肾脏啊 心脏更麻烦 是 其实我跟你讲一个实际的例子 我有个病人他确诊了 确诊说一个礼拜 他就解隔离了嘛 解隔离第二天去上班的时候 他车子开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就不知道要去哪里了 然后他就把车子停在路上 然后停在路边 等等等 甚至还打电话问他老婆说 我刚快要去哪里 你很紧张的 很害怕 那事实上这个老物从杜兰大学他们做的研究里面 他事实上有明显的激转 我们知道他确诊很多人不是会有嗅觉障碍吗 嗅觉障碍表示病毒侵犯你的嗅觉神经 嗅觉神经是第二队神经 他直接跑到脑筋里面去嘛 所以很多人会发高烧 嗅觉事情的人其实都很容易有这些脑物的问题 而且脑物的问题在恒河猴跟非洲律元研究也发现 他这个猴子的脑袋里面染疫之后 很容易出现点状的出血 缺氧 慢性发炎 神经炎凋亡等等的长期的并发症 然后也有人测量到说 他的匡额皮质萎缩 就像布里斯威利 他不是说匡额皮质造成的失智症吗 对对对 有人在染疫之后就出现匡额皮质萎缩 那代表他以后容易失智 因为我们知道大脑的神经炎不太容易再生 我们其他地方可以再生 大脑不太再生 所以像这些情况其实都让我们觉得这个病非常不单纯 它真的不像一个流感 它比较像什么 像水痘 那种得了之后会一辈子纠缠你的那种病 所以像这一次也是很多人确诊之后 免疫力下来 然后皮疗也有疼下来 对对 现在没准皮疹很多 我那天有个尿毒这病人来给我看 他说他这边有两点红红的 那他就看皮肤科安阿乐涂这个湿疹的药 就涂了半天也没有比较好 结果我费心的在门诊把他的上半 右半边衣服脱掉一看 除了这两点红红之外 这边还有一点 所以他是皮疹 哇 好 所以也就是说重复感染的人 可能对于器官的伤害 等于发炎一次之后 再发炎一次也会影响比较大 对而且我建议重复感染 你可能要去抽一下 测一下你血中维生素的浓度 低到什么程度 抽什么东西 抽血中维生素低的浓度 维生素低 为什么 因为之前在西班牙研究 发现染疫的医务人员 最主要都是血中维生素偏低的 紧接着在意大利北部的研究 发现说在意大利北部死掉的人 大部分都是维生素低浓度偏低的 所以有一个人会得重症 会反复感染 其实不代表疫情不好 你想想看 那个病毒为什么老是找你麻烦 最大可能是就因为你好欺负 那你是抵抗力低下 那你要去查明抵抗力低下的原因 当然除了这个维生素低浓度之外 你可能要检查自己 你每次真的要吃那么多精致糖吗 我们知道吃完精致糖之后 白血球要休息五个钟头 这中间你就不要碰到病了 不要碰到病毒 对不对 吃精致糖就是像白米白面包 然后蛋糕甜甜圈等等这个 我们的白血球会罢工五个钟头 对他只要睡五个钟头了 好可怕 所以其实你会重痒 你会反复染疫 你要想想看 真的大部分都不是偶然 你也看到人家 全家都出事 就有一个人 天权之人 大家都这样讲 他处在那边就不会染疫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真的要去思考一下 为什么某些人染疫 甚至于重痒 那为什么有些人 从头到尾不染疫 大家去思考一下 OK好 那江医师你自己本身 接触这么多病人 但是你都没有染疫 对不对 就是你刚刚讲的天权之人 不是 因为其实我很注意防护 我第一每天也吃 我也吃人 任何可以对抗这个病毒的 鱼有僵黄 听清楚啊 鱼有僵黄 医生害不害怕 医生当然害怕 因为病人 你哪有把握病人 不会有病毒 而且你有太多人 呼吸到甘染 有些人是夹杂的 它也许只是一个流感 可是你就分辨不出来 因为它都是类似的症状 什么流鼻水 喉咙痛的 发烧的 微微发烧的 你怎么搞得清楚 拉肚子你也不敢讲 它一定不是新冠 对不对 然后我门前来泡一杯蜂蜜水 为什么蜂蜜 因为蜂蜜水里面 蜂蜜本身还有的 双氧水的什么H2O2 在喉咙就可以杀死这个病毒 然后蜂蜜本身的含氧的白氧酸 高粱姜素 在细胞里面可以抑制这个病毒 组合这个动作 抑制一个叫做3PL Pro 这个蛋白质 让病毒复制完之后 组不在一起 没办法组合成一个完整的病毒颗粒 所以导致没办法传染别的细胞 所以你自己的方法就是你刚刚讲的鱼油 姜黄跟蜂蜜水 蜂蜜水 然后当然做好相关的防护就对了 其实我防护的比W医生都比较轻微 因为我大部分都只是戴一般口罩 然后我也没有人像人家戴着面罩什么的 我都没有 但是你刚刚讲的这些你的频率呢 像姜黄是每天吃一下就好 还是说 我每天吃姜黄鱼油我都是每天吃 维生肚定我每天吃 因为你不要忘记 医生很多人都过着暗不见天日的日子好吗 真的是 对对对 所以你都没有办法去晒太阳 对我出门的时候太阳还没起床 然后我回家的时候太阳早就已经下山了 那你又叫我怎么办 所以我当然叫自己补充维生素D 好所以你刚刚提到说维生素D 大家要去抽血看一下它的浓度 为什么你特别提到维生素D 因为它在早期这个疾病盛行的时候就被发现在很多研究里面发现 容易染疫的人都是因为D不够的人 D不够的人一旦染疫 也比较容易变成重症 比较容易死亡 那后来甚至有人做了一个ICU的介入研究 他发现说你住在ICU 那插管了可能会死掉的时候 如果一组打D 一组不打D 就打D那一组 离开交互病房 打D不是坐计程车 对 是打维生素D 打了维生素D的人 他离开交互病房 活下来的几率比较高 是 好我们也请大家订阅按赞分享跟开启小铃铛 尤其你的家人只要染疫过的 赶快把这影片传给他 嘉义师今天我从他的身上挖出来 他到现在把自己防护得很好 连确诊都没有 然后他用的方法 四个方法 那确诊过的人也没有关系 你现在还是在别人脱掉口罩的时候 如果说你是糖尿病的族群 肾脏病的族群 或者说心血管疾病比较不好的 免疫比较不好 常常感冒的这些人 嘉义师认为你根本没有脱口罩的条件 所以赶快把这个影片传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 大家一起防护 那么尤其在 其实指挥中心也说了 现在口罩脱了之后 他们认为还会有一波 那我们就在至少在这一波当中 大家一定要继续的安然度 不要让病毒太多次的侵袭你自己了 我们谢谢嘉义师 谢谢